10月20日,Rise官宣了11月的长沙签售会活动,在特别说明中标注了成员仁豪将不会出席该签售会。 此外,朱振南,何洛洛,殷许佳,夏之光,姚琛,翟肖文,张延祺,刘野,赵磊,赵让,君出席该签售活动。 据悉,今日早些时候,网上曝光了一次哇唧唧哇的会议录音,录音中公司宣布了对夏之光和仁豪的处罚决定。 由于二人对Rise团体产生了极其不好的负面影响,两人分别在30-60天内停止一切个人和团体活动,处罚即日开始执行。 此外,仁豪也把自己的王者荣耀ID从神奇宝贝改成了成都和尚,看来他是准备要好好反省自己啦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,仁豪估计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有错,既然网友们嘲讽自己是个海王,那就干脆当和尚吧,你怎么看呢? 后来点等 天洋 优优优独播剧场 ,one oh 全部 ma rå 缘